歡迎第二節動漫廢物 今晚的題目《我的英雄學院》 繼續跟大家分享《我英》之前 我們繼續跟大家不厭其煩地說 就是Youtube派燒了廣告給我們 我們現在好人窮 我們不夠錢買椅子 不是不夠椅子 我們不夠錢買椅子 有錢就有椅子 不怕的 有錢就有椅子 蕭島邨就補充 在歐美那邊 《我英》是超越了宮崎駿 我本身覺得兩套風格很難直接比較 尤其是《連鎖馬馬》和《電影》 有兩種不同的基礎 就算你說《我英》的電影版 票房比宮崎駿更好 當然也是一個指標 但我覺得這樣的比較 其實不是很有意義的 我呢 剛才說我是很紅 因為我畢竟是一個老坑 我已經很少看新的作品 最近我開始提起一些 例如說 除了《我英》之外 還看了《咒術梅戰》 嘩 《咒術梅戰》 我看了 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 《咒術梅戰》有機會跟我們說 還看了《鬼滅之下》 《咒術梅戰》 《咒術梅戰》 以前《Drum》出道很多完成度已經很高 哪怕你不喜歡《咒術梅戰》 你不喜歡《咒術梅戰》 但本來它的構圖 或者它的分鏡 這類的基本功是很紮實的 我不同意的 有些事情是需要時間的 例如《美田 榮一郎》 你看回頭幾件《美田 榮一郎》的畫 但不是的 留意一下 《我英》不是《葛月間平》第一套 是啊 他不是新人 我會這麼說 《美田》那種是 美田最後是進步了 是事實來的 但初初我覺得他已經有一種 最少他基本功是紮實的 見到美田這個人 或者這麼說 我明白Tips想說的是 你會覺得 可能是《Drum》到連載 你要過了某條合格線的 當然他沒有真的一個評分標準 我看《鬼滅》的開頭 我覺得他是未到的 《周術梅戰》也是 我看到那種感覺很奇怪 看《周術梅戰》的時候 我給面子阿元 我看完第一期 我覺得是不好看的 我再開回來看 不是我說的 不用給面子 他怎麼說呢 我拍的感覺就是 他在一本完成度很高的作品 由一開始已經是 對我來 我自己看的感覺就是 這樣 易問我們夠不夠放椅子 夠的 不是不夠的 再捐多一點 我們再捐多一點 再捐多一點 我們再捐多一點 我們再捐多一點 再捐多一點 再捐多一點的咪線 不如再捐多一點 這樣真的要捐多一點 好 我們回到《鬼滅》 我想多一點點《鬼滅》 我覺得 很遺憾的 這個角色對於我來說 是遺憾得不得了的 因為剛才他的好處說了 但是想不到 就算你要落敗 想不到是用完全失去個性 來完成他的使命 當然啦 他只要一天還沒死 其實他要復原個性 都沒有說不行的 他現在不斷說 他說他有機會復原個性 因為有疫苗已經研究到疫苗 不過我同意網友說的 就是因為他的存在 是會妨礙到一連班成長的 尤其是笨狗 因為如果他已經是最接近 《鬼滅》 就不需要笨狗 那麼我需要笨狗 其實《鬼滅》 不可以有很多個 我覺得 不是意思是你說英雄的形象 為什麼 其實你其實要反思英雄的問題 就是當時英雄協會都說 其實我們真的依賴了阿米很多年 依賴了他也怠卷了 對 依賴了一個人很多年 這個時候 就要有很多個 要團體 要有很多個阿米的形象的人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有笨狗 就不可以有一百萬 我會覺得應該是兩個一起奉 組合戰也一樣可以很好 剛才我們吃飯也有提過 其實冰芝很喜歡最初的組合戰 我喜歡過他們 最初他們 去到USA 早期就遇到敵襲 其實冰芝說的就是豐田 蛙吹和笨狗 他們用當時還是很弱的能力 就贏了一堆比他們很多的人 靠的就是一些組合戰 他們一些個性的特點去拿出來 然後去合作贏了本身的職業英雄團隊 因為其實他由頭到尾 笨狗他最聰明的就是 他可以很快地組織到整隊的人 然後用完大家的能力做到最好的效果 這個是笨狗的最大的能力 就不是因為他有one for all的能力 那麼簡單 其實他的one for all的能力 明天最沒用 對於他來說 他很廢 他很廢 每次不是道重生就是搞不定 總之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他那時候考試的時候 他是說明大家不要分開 因為他們的傳統就是 每個人都會打爆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要集中用所有能力 我們有部份人的能力是可以偵測的 有些能力是可以用來攻擊的 有些能力是可以用來防守的 其實他的潛台是說明大家不要分開 如果不是呢 我就很廢的了 你們一起來集在一起 我才可以發揮我的 反而他們變成all for one 中間說漏了一段 就是考臨時執照 因為與此同時 他叫夜藍這個角色 他就是那些傳統的 他是大政連監的人 武室的熱血混蛋 我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點像黃金神威的慘元 是啊 他就是大政連監 或者那個年代的人 穿軍服 他很有趣的就是他的童年 因為他很喜歡奮進人 他不喜歡奧米 每個人都喜歡奧米 我就是喜歡奮進人 奮進人幫我簽個名 因為他努力 他也努力向上 奮進人幫我簽個名 然後奮進人就看著 爛開不要妨礙我 我以後都不讓他做奮進人 最認真就是奮進人 所以他一看到阿鈞就看著 林家產奮進人的兒子 你老母 不是一開始他還可以的 因為他也想著咬紅鷹 他想著 你是奮進人的兒子 阿鈞 然後阿鈞就說 爛開 又是那個眼神 他就覺得 這兩個父子 這兩個父子 但是他經過那個考試 他發覺 原來阿鈞是好人 然後他就不斷去接近阿鈞 都沒有 他跟著臨上補課的時候 他們一起照顧兒子 寶貨就真的變成朋友 對 大家互相原諒 我覺得這部作品 剛才提到兩個點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很有魅力呢 就是因為他不只是賣男主角 或者不是賣三個男主角的CP 他是很多不同的角色 都有他有趣的個性 然後 其實是很群氣的 就是剛才阿鈞有提過X-Man 其實他真的有那種感覺 就是 每個角色都是一個 他會用心思描寫的角色 譬如剛才說 阿耶嵐 阿轟 阿轟花了很多時間去演繹 其實以故事的進度 就是初期的設定 你都想像得到一定是 爆豪和阿笨狗 才是那些 就是流川對鷹目 那些 就是佐佐童 然後 其實他開頭很有火影的模式 但是加上阿轟這個三角戀之後 為什麼剛才我跟Sunny 都覺得阿轟是比較 我們喜歡的角色 在這三個男主角裡面 就是因為 你看到他的成長 不只是在技術層面上 他沒有變化 但他早就已經很厲害了 比起爆豪還要早成熟 但他不斷在想自己如何改變自己去成長 他當時說 原來我當初一直在追逐我爸爸的背影 所以我忘記了很多東西 他不是追逐他爸爸 他是想逃避他 眼光看著他多討厭他爸爸 他其實逃避 不想自己變成我爸爸 但他發現當我越不想變成我爸爸 然後我爸爸傷害了他的人 我又令人對我產生了誤會 所以阿君是很主動地跟他說認錯 而夜蘭一開始都覺得他是假人假意的 之後發覺這條人是真心的 所以夜蘭對她的好感 三個裡面阿君的成長是最大的 最後的時候 我記得中間 譬如出狗 因為那時候救不到壞你 所以就哭了 我記得那時候他說要讓一些蕎麥麵給他吃 分裝又加蔥又吃 你要加蔥嗎?你要加芥末嗎? 總之是什麼都要問齊了 我記得那時候的君是很可愛的 然後夜蘭剛才提到他們的補課 因為他們考過臨時執照 鮑豪和阿君落選 其他十八個同學都可以 即是最厲害的兩個落選 我覺得這個都是意外的設定 我覺得這個設定 很有趣 然後鮑豪和阿君落選 所以他們要參加補課 再拿一次的執照 而夜蘭在那裡也是落選了 然後他們在裡面 因為奮進友去看阿君上課的情況 所以落堂的時候 夜蘭又見到奮進友 他有突破自己的心理 他有跟奮進友打招呼 因為奮進友都改變了 所以奮進友又回應了他 但他回應完之後他看著 這個不是我喜歡奮進友來的 這個奮進友會這樣 你幹嘛要笑啊? 他嘔吐 給別人說多謝 廢話 你現在賺錢了 爸爸你 好可愛啊 好嘔吐噴進友 他選了第一名又是 那些粉絲 他說你很喜歡粉絲 你過去跟他握手 不行啊 我不敢過去 然後粉絲就走過去跟他握手 你幹嘛做粉絲服務 你不是粉絲人 我看著他 這些設定很有趣 就是粉絲這個角色 就是不可以對粉絲好 你說對粉絲好 因為這個世界是一個英雄的世界 有偶像宅 偶像當然就是那些英雄 最搞笑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笨狗就是 阿米的忠實 sense Night Eye也是 你本來如果要他肯承認你是這個 英雄的話 要微笑 你就要透過幽默地搞到我笑 然後搞不定 他立刻去假裝阿米的樣子 你這樣是不是在侮辱阿米 然後不是 然後就開始說 我其實這個樣子 是扮演他某個事件裡面的那個樣子 然後說 那個事件其實挺少人知道 對 因為那個事件是怎樣 然後兩位窄就說 為什麼你要跟我講 因為平時在學校 很少人可以跟我講 這麼深度的窄話題 他會不會跟阿米講這些 我不會跟阿米講 同學又不會講 他說那個笑容 是有一次阿米跳了下水 救了一個人 那一支水很囂張 變了吵 他覺得很囂張 所以他笑的時候就很酸 很皺紋 是斜上60度的 很細節 然後他也是 拉埃多是不讓他過過的 說你要在我手上搶到那個印章 自己吸引到那個招聘書 他也是搶不到的 但因為他發動的能力 是沒有踩中過阿米的每一張Post 原來是為了不想踩到阿米所有的產品 他連那張十周年的又怎樣怎樣 那張又是什麼版本 全部都知道 窄的聲聲相識 就是在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本身 Light Eye的出場 其實是一個很沉重的故事 就是阿米跟他說 我有個Partner 就是夜目著事 夜目著事的能力就是 能夠預見未來 他碰到你就可以看你的未來一個小時 他是可以看你的未來一個小時 不是看你一個小時之後的未來 這個小時的未來 這個小時的未來 這個小時的時間 他可以不斷看你的未來 他就預視到阿米的死 這件事是發生在五年前 他預視阿米大概在六七年左右就會死 越遠他就越不準確的時間 大概六七年 所以如果以他遇到笨狗開始計算 就應該差不多阿米已經要死 所以夜目就想 夜目因為他從小到大 他看到的未來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他就覺得阿米沒得救 而他也覺得阿米應該要做某些事情 去盡量迴避 而譬如溫火這個能力 應該要傳給Lumerian 但是阿米就選了六九 笨狗 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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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些事情令到他和Light Eye之間 有一些磨擦 或者他有些誤會 大家拆了檔 但問題就是Light Eye一直視阿米為他的偶像 而阿米也很信任這個人 其實阿米在說的是 其實我怕死的 我都怕死的 但是 我還是要繼續向前走 而這件事就是 他和笨狗在樹林裡說 我們就是要改變未來 那一段是很精彩的 然後他一看到Light Eye的時候 就是一些那麼激烈的劇情 看著他 你那些安排都挺有趣的 還有到最後 笨狗是改變了 Night Eye的想法 他覺得未來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他又真的改變了 因為他是預視阿笨狗會死的 是 在打翻修這場 是 所以就變成了 他會 死得瞑目 但是其實 阿米來的場 其實他很淡然 但是看的人會覺得很失落 老實說 我覺得 跪姦平的功力是什麼 就是 他將那些出場不久的人 他很快就提升到 你對他開始有感情 他很快幫你收皮 譬如Lumillion 老實說他出場多久 他好像13期左右出 如果沒有記錯 17期就收皮 17期就已經收皮 但是 你覺得 雖然最好就不要有個性 這樣的遺憾味是最好的 有了也沒有 我當然也很高興 我甚至乎 作為支持者 是很猶豫的 就是你沒有 我覺得你的故事很完美 你有了 我又很難得開心 是啊 是啊 我想起 以前有一個類似的角色 就是Tiger and Bunny 有一個角色就是那個狂野老虎 他真的沒有了個性 但他好像的角色不只是沒有了 但他是剪到 剪到可能無限能力 可能原本是五分鐘 剪到可能剪到一分鐘 又或者其實你可以 令到他的能力 剪到很少 剪得很差 但他依然可以用他的能力感 很厲害 弱化版 因為如果完全沒有 他就沒有戲可以做 他就變成閃閣了 然後譬如 夜幕也是這樣 其實就是 他臨走 病重傷 打完回收那場 然後All Mike來到 不好意思 我禁止才來找你 然後Night Iron 其實我都沒有恨過你 由始至終都是你的粉絲 我是想想辦法幫你 但我知道我的未來是改變的 我看到的未來是改變不了的 但他們倆錯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從觀眾的角度來說 剛才在休息的過程中 稍微提起 我英校很紅 其實這套東西 在日本當然也很紅 在某個時段為止 紅到的地步 連美田的女兒也很害怕 有一天 很難就這麼說 有一天 現在主要是說我英 就不是說One Piece 所以他怕 爸爸的第一地位被搶 最後沒有成功過 有想挑戰的 但挑戰不了 但你看到某個時段 應該大約就是這一段 大約就是我英最紅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我作為One Piece的粉絲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很有魅力 尤其不是《翻修》那段 《翻修》那段我覺得很好看 《黑道編》我覺得很好看 我記得Thomas說很悶 因為他說 整天都安排一些角色單打獨鬥 但其實你看到很多時候都是 譬如他有雙重戰 矛宇盾對盾對盾 切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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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阿肥 對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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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有兩個人互相 ision 然後到最後,Lumelian都很感動 你看看,她終於都笑了 這個從來都不懂得笑的女孩子 她終於都笑了 她幫你鋪排的東西是可以準備那麼遠 然後到那個時刻,她真的觸碰到你 因為她18期打贏回收 然後她們救了壞你 但她們短時間沒得見壞你 一來她們受了傷 二來她們怕壞你退化的能力會影響到身為人 一直都不讓她來見 然後壞你自己要求想見Lumelian和糞狗 然後她們看到面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才問原來救的那個人是糞狗 然後她們再說就發現 他們救了壞你的人出來 但壞你的心他們救不了 她仍然是被抓住了 所以就帶她去校慶 然後經過了校慶的很多歡樂的東西 她笑的那一刻 她的影子是被他們燒掉的 那一刻是很感動的 我比較在意她笑的那一刻 因為她笑的那一刻已經等於所有的東西 而且她畫得很可愛的 她笑的那一刻也畫得很可愛 她就算看他們的音樂會那一刻 說你的樣子也很有趣 但是我看整個最令我動容的那一刻 是阿米向笨狗的老母下跪的音樂 因為她已經打完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英雄已經沒落了 然後他們因為熊英要改造這個主宿 她就要說服家長給他們住 那笨狗的媽媽是說不行的 甚至乎我的兒子要退學 她想做英雄 她不一定要讀熊英 然後阿米就說 你再相信我們一次 然後她媽媽是吵了阿米一獲 然後阿米是反駁不了 因為其實笨狗的媽媽說的 是全部都對的 而阿米做的那件事就是 她突然變成Hero form 就是大隻母 然後是下跪 那一刻是很震撼的 看著她 為什麼你會想到一個這樣的安排 看著她怎麼想到一個月的生命 而她這個動作就 令到阿... 老母 老母是發現其實 Hero不只是想打或者什麼 他們其實 對於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背負著很多的責任 而阿米這個人就是 她知道她背負著什麼的責任 所以她叫做再相信阿米一次 而她對阿米的要求就是 你不可以被笨狗有危險 還有你不可以死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很... 很感動的就是 她老母的那個... 要求 除了保護兒子之外 她知道的就是 如果阿米有事 她的兒子也有事 所以她也都愛屋及污地 她也都... 就是想阿米無事 我看到這段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阿笨狗的老母 對她的兒子的關懷的時候 我暫時想起青枝奴衛裡面 也是的... 就是... 她老母其實... 沒有很多劇情 但是就是一句說話 還有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整個我英劇 很多位置都覺得很好看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阿笨狗有... 有任何... 叫做進步的時候 她就會受到很大的挫折 這個安排 不知不知道為什麼 令我覺得很像青枝奴衛 每一次有任何的成長的時候 她都會面對別的迷惘 不斷成長 不斷迷惘 這個不斷出現 可能這個就是少年 這個就是少年 但是我自己 就是可能... 我雖然都... 在這部作品裡面 都投入的 就是你剛才遇到的問題 就是... 笨狗是... 那個成長是很慢的 而且好像是很反覆的 很悶的 她好像不斷地找不到自己 究竟是想定型什麼 就是一開始 你接受了... 就是... one for all的能力 然後... 每一次打出你的拳 你都是會重傷的 因為你承受不了那種力量 好了 那你就嘗試自己限制 限制你的力量 手道是5% 然後慢慢提升到8% 然後... 但是... 你又要改成射門風格 改成射門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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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戴上一雙彈指手套 究竟你想怎樣呢 我在這個位置 我就是... 對阿笨狗 有些... 比較... 不太... 喜歡的感覺 因為相對其他... 同班同學 見到其他身邊的同學 那個進步是很... 很直線的 主要是... 可能跟回我的過程 我就一直... 在我的過程中 慢慢再進化... 進化... 進化... 好像日君一樣 最後把... 冰火... 玩到... 兩個人加起來 但是他沒有... 沒有說... 我以為現在玩到冰火 玩到火 不要跳來跳去 但是笨狗哥就是... 我剛才馬記者說的 就是... 都是我... 開頭... 到中尾段 不是很喜歡看 就是... 很悶啊 你好像... 跳出去跳出去 又打我一笨 那種感覺 你覺得... 想怎樣呢 你覺得一看很不爽 很不開心 很不知怎樣 你覺得很煩啊 你覺得他很煩啊 我跟他覺得... 我也沒說 我可以跟你們不同的是 就是... 我自己幾投入到下去呢 是... 他有... 就好像他剛才拿青枝奴位去比較 阿元拿青枝奴位去比較 這樣算 他就好像... 本身... 我就是... 就是... 一個不合格的球員 然後你教識了我 做前鋒 原來不只是射門 可能要傳播的 要組織的 自然去搞搞搞搞搞 搞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發覺 其實我不應該只用拳頭 我要用射門 就好像被人推了去踢閘 這樣... 他是要... 慢慢理解到底... 什麼是英雄 而他... 我覺得他遇到的迷惘 其實是有不同的 就是他一開始想著自己沒有個性 我有個性 我就做得到英雄了 拿到個性之後 他就發覺 原來... 不是有個性就做到英雄 英雄是有很多東西的 那麼他開始了解到英雄的一些責任之後呢 他開始接觸的人就發覺 原來他的對手 都有他們的想法 到底英雄是否完全正確呢 我覺得他打那個爵士 他們想著林孝慶 紳士 那個其實是挺有趣的 跟紳士的關係 我覺得你討論這個 是... 我猜我不反對的 但是... 他的成長跟他究竟用拳用腳 還是用手指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那一部分 我覺得他是想說 因為他長期拿了拳麥克風作為學習對象 但是他沒有... 他曾經跟八豪說了一句 就是這些能力... 繼承自其他人 對,繼承自其他人 但是這些能力 遲早會變成我的能力 然後我會變得很強大 但是他... 但是問題是 他一直都是跟著拳麥克風的話 他就很容易令自己受傷 因為那樣東西是不適合他自己的 所以他那一刻 他那個轉變就想說說 我嘗試用腳 我想去開發一些新的能力 是適合我自己 而不是我盲目的跟著拳麥克風 基本上我同意的 但是你一轉了拳門風格 麻煩你用久一點 再轉用彈指神功 很快就用彈指神功 因為他很快就跟著拳麥克風 你試一下用懸崗 不要用腳 那你就又跟著拳麥克風 你覺得那個... 我覺得看這個蝙蝠 因為如果說他射門風格 是他救完爆豪之後的事 他要考試 考試的時候練 他考完試之後 他們就打翻修 打完翻修之後 他才在那裏發現到 他是有拳風和腳風的 是嗎 我覺得太短了 太短了 太趕了 很快又要再新變 雖然用Naruto來比 好像不太好 我意思是 你看到Naruto 他一直在用螺旋院 他在螺旋院裏面做變化 他會有成長的 你射門風格都照樣可以有成長的 你射門風格用了一會 然後就發覺 可能用拳會很帥 你知道少年漫畫的 用腳是沒那麼容易做主角的 這個也是很老實的 看那麼多漫畫 看下班就知道 你覺得他拔跑腿也可以 除了I Show 21 用腳可以贏 還有裂風之外 我只能說 用腳相對來說 他比較少做到男主角 所以我覺得他 而且他的姿態 可能是沒那麼帥的 純粹講漫畫構圖來說 所以我覺得他 為什麼很快要轉回 彈指風格加 全複式射門風格 我覺得是有些原因 但我自己就覺得太急了 他怕他用腳是不是太像龍虎三王 可能一怕玩腳 就會一直玩 玩了一整晚 還有我自己剛才阿天 提過郭月姦平 他覺得他是完成度很高的一個人 那我自己看 今次看一套 我現在才留意到 其實他的單紅本做得很誘心 他風底 基本上都會是一些廣告來的 是一些英雄的廣告 有時候沒有的 有時候可能純粹放一個人出來 因為他們英雄除了英雄之外 他們有其他的副業 他們會有一些廣告 例如時尚牛仔褲 是時尚牛仔褲 Midlight Time是賣香水 他們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他揭開書衣 每一期封面的內頁 就是一些設定 尾頁就是下回預告 但是下回預告通常都是 但是可以是不重點的 這些東西 很有趣 而他也有再提過 比如他書衣的接頁 捲頭那個接頁就是多謝 捲尾那個就是試一些彩圖的練習 他很喜歡畫女 然後他小時候看漫畫 看單紅本 如果他那些白頁他會很失望 所以他就很努力去填滿白頁 他好像是出現過兩次白頁 這些東西你看到郭月甘平 還有人物介紹 如果你做得是飄零的人物介紹 就在內文上插幾張圖 挖回人名下面 他全部都重新畫過 他畫到後期 甚至創造了一個敵人 影響了人物介紹 把頭髮換掉 叫你猜到底誰拿了誰的頭髮 他是有很多鬼主義的 除了主故事之外 他還是有很多鬼主義 我之前有想過 為什麼這本書 這麼能夠受到中學生的歡迎 除了女同學之外 第一就是我覺得男女的平衡比較高 有很多男主角也有很多女角 八百萬也是 而且八百萬是一個女角之中 非常出色的 而且他是考第一的 幾乎是最優秀的 所以無論你怎樣看 都是一個非常之 其實他有點像 什麼呢? 有點像成熟版的暗賊教室 暗賊教室只有幾個角色 是很重要的 其他那些都不重要 每一個學生幾乎都可以記住 所以他花很多篇幅 他讓你看他的房間是怎樣 其實那一回 如果你是看連載的話 整回就是看他的房間 沒有了 那一回是99回 他看著 他連那一回的名字就是告別雙位素 下次起就是三位素 看著 你那一回就把你拖戲 對,是co-up的 我覺得他那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很多學生之間的日常生活 這些就是看著那一班主要讀者群的生活 就是我和我的同學 一班裡面一定有個色情 封田 我真的好喜歡封田 封田 為什麼cancel了 你取消我那個Make Cafe的要求 那不是Make Cafe的要求 為什麼你要反對他 其實主要不是反對你這個 我就是煮不到那麼多東西吃 就是班長發練 就是很多好生活 校園生活的對話 還有那種生活在裡面 但封田最好笑一定是他談不上結他 我的手段也就是 我都扶不到那支結他 我的角色設定我是談不上結他 然後放在耳邊都會生氣 很有趣 好笑的 而且這個男人真是色情得太重要 他又在一個時刻 哇 浴室那層是共用的 然後好像是燒沫馳頭 男女是分開衝的 還有我覺得他整班 他們A班二十個人 其實我想寫得比較少是沙騰 田口和熱忍 其他都寫得OK多 青山是突然多了 青山無緣無故寫了一回 基督回 他那一回真的笑得很糟糕 寫了基督回之後 就突然多了氣氛 其實有一個 其實我沒有想過他這麼好用 就是那個啤膠帶那個 當時考試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說要扔球去那個 三按桶那裡 然後 一般來說 那些人就會覺得 好像扔公仔 扔進去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 你有超能力的話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那些人固定了 所以他就和女主角 余茶子一起合作 就把石頭 黏在那些膠帶 然後當浮力 一斷了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被人黏在地上 就捉了很多人 我沒有想過他原來那個能力是可以這麼好用 還有其實黏力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剛剛說一下豐田那裡 我記得他那時候 有隻手在臉上 死病木 死病木 他那時候是很開頭的時候 剛剛說了跟阿娃吹 還有跟阿六九一起 他已經改變了設定 總之跟男主角在一起 然後他在旋轉的時候 那些提紙就會黏住所有人 這是很有用的設定 那時候是想不到 你一開始介紹他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這麼廢 有什麼用 就是拔頭的波波出來 然後黏住 沒有用 基本上你是一枝A出人膠 但是他又能用到 青山在考試那段都很搶戲 他打算犧牲自己等 范田可以合格 那段都很搶戲 青山不是就是激光 他那早上肚子激光 就暈倒了 青山我最低 他還會賴死他 我最低的 是甚麼 他說是學員制還是甚麼 學員制 他說郭芬會做甚麼表演的時候 你做激光波 陳奧雲也是死在他手上 那一刻很好笑 他最好笑是 做激光波 我不是最搶眼的人 Yay 還有他那些好笑 因為他對自己有很莫名的自信 所以其實 他是花倫同學 對 花倫同學 其實那時候他考過牌的時候 其實他差點死 只差在范田不殺他 他才可以過關 下一關就是要做拯救的訓練 然後他又用多一次 吐擊光波上天 就用來照明 還有光管 然後他就說 不要怕 青山家的人 就是這麼耀眼 很混蛋 很好笑 我很喜歡他 是那些亂用的 超能力的劇情 所以都挺好看 真的不錯 我覺得是群戲 令到人很歡樂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 在歐米重傷 整個社會制度突然崩壞 下一回 就突然間很歡樂 我覺得很不對 有點奇怪 那調 那調很不對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英雄學員 他就真的集合了群體的歡樂 以及一般要的熱血 還有我覺得很有趣 譬如平時寫學員 很多時候可能會寫自己班 你可能會有一幾個同學 特別多東西寫 即是我們下個星期會說那一套 你寫完自己班的人 可能就會寫隔離班 然後寫同校的高方 然後就寫校外 即是慢慢一層一層挑戰出去 好像你打 招招輪大部會 藍屬 那樣 那他呢 先要打同班 然後打二年生 他好早已經打關東浩鶴年 但是他有趣的地方 他是把這些東西混亂來寫 他寫完自己班 然後他有寫B班的東西 甚至他不是英雄科的人 即是深操 法明科 深操是什麼科 深操是普通科 但是現在已經調到你 我講到他很厲害 做回英雄 然後他會寫校外 即是他寫了職業 他們去實習 然後就跳了去寫校外 寫關西那邊 然後他就先回去寫三句頭 我覺得這些東西挺有趣 然後突然又跳回去寫B班 他的鋪牌是 即是有點彈性 沒有那麼公式 但我覺得他這些是好處 但同一時間 我覺得他有點貪心 因為他每個人都想寫得很好 那變得有時候 好像沒有那麼集中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他可能相對地沒有其他 那些英雄的漫畫 電影沒有那麼紅 其實是因為他這一套東西 相對來說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工整 即是怎樣說 他的人物 他儲正能量 即是不會說 好像譬如你看一拳超人 其實我覺得 旗玉 他是有點扭曲的 因為他是最強的 但他就被人 他是最強的 社會制度以外的人 是的 其實因為一拳超人 你會覺得那些人物 不知道為何是瘋狂 所以你會覺得 每一個人物 會印象深刻很多 雖然你剛剛說 譬如說 八百萬是一個寫得很好的角色 但你會發覺 其實因為他人物太多的關係 其實他有機會那個角色 是很像八百萬的 譬如B班的拳很大 你不覺得 又是成績很好 又是特別聰明 又是大家依賴的對象 其實他有時候有些角色 是重疊了 沒有辦法 真的每個角色都兼顧到 就不會像其他漫畫一樣 每一個角色 真的鮮明到 他不會有同類的人出現 那個女生的作用 就是用來打架物鑒 你說那個大拳那個 大拳那個女生 就是B班的班長 他就是因為物鑒是 針針著A班來屌 經常走出來 你們還要做 還要給他打架 對不起失禮了 有兩個人不合格 我們全部合格 然後被人打架 對不起失禮了 失禮了 大同妹的角色 我想 ONE和掘月之間 最大的差異就是 B4ONE成為現在 赤手可疑的原作之前 他是在制度以外 但是掘月不是 掘月一直都是 成功地進入了連載模式 他就是 他就是我營裡面的人 溫就是其辱自己 所以其實你看到 我想我們在座 都同意溫是一個天才 但是 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 不是公式的東西 掘月他寫一些公式的東西 但是好像我們有一集 說的岸門兩兄弟 他把公式運用得很好 但是好像Rita剛才這樣說 老實說 有些我真的不記得 如果不是他的名字 我不記得他的能力是什麼 A班那20個我都記得 我反而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 就是因為我是看那個角色 人氣排名的那個 我突然看著 A班那些我都記得 B班和事業那些我都不記得 但是A班那些我竟然記得 因為我是一個忌人很差的人 所以我才發現他好像每個角色都放了一些東西 葉隱是真的最少的 葉隱你是不是看不到 因為他忍了 我其實很期待他會不會 到底有一幕是 葉隱變出來 還有葉隱應該是大幫妹 你叫他 原來是男人 每天都去洗澡 或者是50路來的 葉隱是比較少 填口就是純粹說他怕蟲 然後沙騰就 特意在參觀房裡做給他 打贏所有男士 最受歡迎男士排行榜第一名 因為他會做蛋糕 大約是這樣 但是目前我覺得我英的熱潮是有點停滯了 甚至是退了 因為他快要結束 故事都應該要收皮 除非那邊叫什麼 就是壞人同盟 壞人同盟 壞人同盟 就會變成柯南的黑衣人 他每次都會引出一個新的組織出來 然後我英就去打勾他 他就搶走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變成這樣就會很不好看 所以就 有聽眾在出風都說他好像入了最終章 我英 剛剛有看到他 雖然我想他未必今年會完 但因為夢幻島好像都說今年會完 好像2020-2021 基本上最厲害的名著 除了one piece之外 都差不多完 鬼滅是無慘的最後25分鐘 已經最後了 那又壞打了 25分45秒 足球小將 美星30分鐘爆了多少個DVD box 鬼滅差不多 然後因為夢幻島 牌燒差不多 夢幻島已經回到HF 即是他們應該要跟媽媽再來一次決戰 可能就會完 然後再逃跑多一次 因為媽媽上面還有人 所以其實可能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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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應都完 其實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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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兩年 因為美田身體是有點不好 應該要趕著 而且 One Piece終於都入了正章 就是講羅渣 講羅渣 講羅渣是最好看的 終於回到第一期了 不是 第一期之前 羅渣死了之前 所以這套 我想一直都維持著 這麼多人聽 這套都是好東西 尤其是 我應的 當然 剛剛那個 那期的 第四季的 LED 就引起了一些 風波 還有一個角色名 對 還有那個是731 那些 耍狗氣 其實那個是一個奸角 就算是沒有侮辱你 就算是 不是 支援人的邏輯很難 總之 你提起他就是這樣 如果那個人 就算是超級正義的 就是阿邁來的 叫做 支揚鴻喜 也好 他都會生氣 你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好像北韓 那時候 找完賓來演你 你都覺得很生氣 是生氣的 留意一下 他們是一個漢化組 然後他們就說 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支持他們的正版 我想一會兒 就是 有一個漢化組 去叫人 不是 我一向都叫人 我偷東西的 你就不要光顧他 然後就來我那裡買我的拆裝 有什麼問題 但你已經沒有拆裝賣了 然後他說 他停止漢化 那段浩華 我想了很久 這個邏輯是很難的 我是應該 我從哪裏開始笑起 找不到 是一個loop來的 直到 我英 我是覺得 郡月間是一個很有心的漢化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買他單行本 但是 東立是有中文版的 其實我希望有聽眾解答到我 因為我們手上有一本 是我英的公式設定集 暫時出了一本 我從來都很想知道 因為東立的輸道是小一點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本公式設定集 是大過他單行本的輸道 一拳超人的台版 一樣 那我就從來都不明白 到底為什麼公式設定集 的輸道一定是大一點 到底是不是日版 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港版一拳超人民傳 他單行本和公式設定集 的size是一樣的 他單行本都大過台版一點 所以 到底這個輸道是怎樣來定的 說了整集 竟然提漏了到我皮身子 其實他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角色 而且是深受Corsair的熱愛 露出道高 Mistique的設定 但是有病嬌的屬性 對 我自己一般喜歡他 在角色來說 我覺得一般喜歡他 其實他傷到消磨池頭那一刻 是很奇怪的 講一段 你說在翻修 有時候打鬥的東西 你很難這麼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覺得笨狗有很多次都很奇怪地贏了 我是看著消磨池頭 是職業英雄裡面最慘的那個 他從USA開始被人打壞了無數次 宵無池頭其實很可憐 但是他其實很帥 我覺得宵無池頭還可以 反而對我比身子 他經常偷人這些血 但他真的沒有最後 你變了別人的樣子之後 他沒有成就過什麼事情 很大件事 不是 給了個裸體 給了個笨狗 還要給楓田和阿切島吵架 不是 相名 像吵架一樣 我們在認真 好像在做什麼 你們竟然做了這麼卑鄙的事情 這麼無知的事情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何他這麼迷戀 他喜歡看到別人受傷 我知道 但不是只有他 他受傷 因為笨狗那種傷是不合理 因為平時的受傷 可能是被人打傷 而笨狗的傷 被人打之外 他會出招令自己受傷 有一種自殘的 當然是喜歡主角 當然也是 有一點沒得解 但我想 病嬌可能是人們喜歡他的原因 但如果你說道我 其實我不喜歡火狀 火狀是誰 下巴也有不同顏色的眼 好像有黑眼圈 不記得 即是敵人軍團 其實整個敵人軍團 我真的不記得 很模糊 我只記得死病目 還有道我 還有Trice 他在森林那一集 即是森林不突發的 那一集出來的 他是噴火的 他噴火 但是他的能力不是火 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什麼 他噴一些藍色的火 我是覺得 他的能力又不是好像特別厲害 經常走出來 燒了一些東西 然後無緣無故就走了 其實你看一下 地人軍團到現在都是很模糊的 他有摧毀這個世界 故有制度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貫穿整本書的概念 即是如何改變一個單靠 單一英雄建立的信念的改變 下一代的爭奪是怎樣 是完全破壞他 變成一個木無法紀的世界 還是好像剛才Rita提過 變成一個集體捍衛這個社會 即是要到的一個終極 但是因為你正派的角色 和不正派的角色 他們不夠平衡 沒有一種勢君力敵的感覺 譬如我們那時候看Hunter 這個幻影女團 他幾個人 他是真的可以足以陷動你 那個獵人的整個會 所以你會覺得這堆壞人 你知道他壞到神經病 但是你會覺得是很有魅力 但是這個死病木 我除了死病木 我真的沒有其他 他名字都告訴你 你是應該怎樣的 其實有什麼 敵人軍團 譬如死病木 TWICE 然後到我 火葬 然後把人變成一個波 即是捉走了爆紅那個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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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敵人聯 後來中間有一段 中美一段 是說很長的 說敵人聯的事情 有些背景 又為什麼 小時候又怎樣怎樣 我是說一段 開始覺得很隱瞞 然後我就開始沒有心機看下去 死病木 我覺得他真的 其實連他自己的書裡面 阿福修都吵咬他的 說他做事是沒有信念 沒有性的 不知想做什麼 所以他相比於是 人人 人人為我 人人為我 那個魅力和英雄殺手 那個魅力是差很遠的 但是死病木 他其實是 因為他是 死病木和溫火 一起培育一個 他們的下一代 所以死病木 其實也有進步 但是 因為他 一出來 你不會瞄死他 怎樣努力去進步 你就覺得這個角色 就好像經常出來搞事 純邪惡 沒有什麼特別的純邪惡 不知道他還沒去到 好像Joker那隻 那隻純邪惡 沒有什麼魅力 他在USB的時候 是個屁鞋 但是去到翻修那邊 他懂得扮低威去 達到他的目的 其實他有進步 但是 他進步那個程度 是不足以令到他 有人跟著他做的事 其實那段 我是笑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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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怎麼說呢 我會覺得 你完全保護不到你 那些人 有些人走進來的時候 把你倒閉了幾個人 你好像 沒有什麼 假裝 好像飛沙風中轉 大佬 從事後的角度 你就知道 其實他一看到 立即有個計劃 從事後 就是 他想借收 了解這件事 對不起 已經很長了 但你剛才提到 如果在事後再看這件事 其實他現在不是把 No.3有翼的英雄 放進去 說他想做臥底 做了 我不喜歡他這麼早 踢爆這些 如果他救完奮津人 下一幕他就是跟 死病目他們去談談 我覺得是會精彩很多 然後你最後跟我說 原來他進去做臥底 我是會比較喜歡 那你就要看看 你會不會相信 英雄是會做臥底 因為他本身都有鋪排過 學員裡面可能有 有壞人的存在 但是我想的是 郭元甘平想的 可能他想著寫 他進去做臥底之後的 那種經驗 因為寫臥底跟你寫 你不知道他是臥底的寫法 都可以寫得很簡直 不過另外死病目 必須要說的就是 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多成長 而是他作為一顆棋子 就是他是 歐麥克的孫 上一朵歐麥克的孫 對 在我講 所以就必須 反而他的動作 或者他的角色 就是扭在血緣問題上 在關係上 就不是他有多成長的問題 好 上到這場了 最後就補一句 因為接下來四月中 四月上至中旬 就有我英的劇場版第二彈 會在香港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著吧 因為我想到四月 四月都還沒有很好的 隨便出發 但是現在很多戲院很安全 當然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說 可能我們都湧在同一間戲院 同一場地看 真的可能 問題是沒有太長 現在戲院開的時間就短了 但是Anyway 有興趣不妨去看 但是總之小心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都不是一個可以鬆懈的時間 尤其有些學者都說 未來再爆多一輪 或者持續爆 所以大家就 小心身體 保重身體 買書聽節目 對 三人很重要 我街上去 錢又多 可以捐一些出來 對 都是冰箱 最後都要說 這麼聰明 買書看節目是沒有用的 對 問聽節目也有 但是 捐才會實際一點 沒錯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也多謝大家 陪我們留到這麼晚 下一集 都說學完東西 下一集 什麼學完呢 我們到時再跟大家見面 是這麼多 拜拜